來 就是這裡 可以吃的 世界名畫 你有沒有在開玩笑 當然沒有 很特別的地方 你好 歡迎 大哥你好 老闆應該是老闆吧 對 店長 我聽一哥介紹說 這邊可以有那個 可以吃的世界名畫 沒錯 我們是個可以吃的世界名畫 真的嗎 真的 因為之前我來過南投 湖裡那邊有可以吃的紙 應該是這個概念 就是你畫在那個 可以吃的紙上面 然後直接讓吃下去 這個聯想是滿好的 但是應該不是這樣 很接近 那這個就特別了 想不想了解 想了解 想吃之前 但我們也是 了解一下世界名畫 我們這邊有很多 當然的 我們讓自己文化目的影響 我們又演了這張畫 你應該知道 來 你現在考我是不是 是的 老闆 你先不要講 對 讓我來處理 這一幅畫呢 太有名了 對 反骨 對 反骨 它的字畫像 但是你會覺得說 為什麼 因為大家都知道 反骨它的左耳是割掉的 對 但為什麼它這樣看起來是 是幼兒 因為這個叫什麼 它的字畫像 所以它就是有沒有 它自己看著自己鏡子畫的 其實是呈現出來 呈現出來是幼兒 但事實上它割掉是左耳 因為它比月亮 所以看到 我左耳就可以割掉 所以老闆你是不是忍不住了 這時候老闆應該要跳出來 所以你到底知不知道 他為什麼要割掉 除了指月亮 你知道嗎 因為我要考他 好 因為你講了就 OK 他就沒有表現的機會 壹哥 他自己有思覺失調症 OK 所以他就住進了精神病院 但是他在精神病院裡面 好像是他創作的一個高峰期 沒錯 很多東西 很多想法噴發 不然我們都知道他的那個畫 可以買一個國家 太厲害 沒有任何框架 這很厲害 那來 接下來下面這個 在你身後面 這個太經典了 這個太經典了 你看到 放眼過去 眼底星空 這時候就像 眼底星空 好 對 配素 我自己要配素 對 所以這幅畫呢 老闆 你先不要講 好 這樣子 我就沒有表現得及 對 叫做星空 差一個字 叫做星夜 星夜 對啦 星空啦 就在夜文裡 星夜 這是很有名的畫 對啦 第三幅 這幅也是 今天都是凡谷系列 他也是凡谷的畫 他就是 向日葵 向日葵 然後 他就叫做 十二朵向日葵 十二朵 這麼看圖做不實用 其實凡谷他其實 在他一生當中 畫了很多同樣主題的名畫 然後像這幅向日葵 他也是畫了好多系列 他有表現那個 向日葵的不同的面向 對 像剛剛看的星夜也是 他畫了這個絲薄樹 他也是創作好多絲薄樹 就是他在不同時期 看到的那種絲薄樹的長相 都是把它表現出來 所以這個畫是 這邊的客人畫的嗎 對 我們這邊是有希望推崇 藝術生活畫 就是來這邊可以喝咖啡 也可以畫畫這樣子 畫太棒了 那我們就直接進入正題了 可以吃得很棒 那我先從這個 下一個人開始吃 好不好 這個不是吃的 吃的 我們待會兒要再給做 所以不是這個 不是這個 謝謝老闆 老闆很貼心 老闆 那我們現在 要先從哪邊開始吃呢 譬如說先沾巧克力醬 或者是先 這個是我們待會兒 等一下要做世界棉花圖式的材料 對 所以我們要先進行 創作之後才可以吃 不是直接這樣 直接拿來吃這個 當然不是 要一起創作 我說說 但你來說可以吃下肚的世界名畫 我們要先請聽 教我們要怎麼畫 畫完之後我們在吃 那畫在哪裡 畫 就畫在這個吐司上面 就是它 對 畫在這個本土上面 對 吐司 本絲上面 對 本絲 不是本土 本絲上面 畫在這個上面 沒錯 它是鮮奶吐司 然後是因為 因為我們待會兒要在上面做的話 所以我們有經過一個 特殊的處理 不能講 對 但是是牛奶吐司 對 是牛鮮奶吐司 鮮奶吐司 對 然後就是我們有做了 特調的一些口味的醬料 就是你看我們待會兒畫了 也是用像這樣子的畫刀 這是真的可以用來畫畫的嗎 對 這是真正畫畫的畫刀 所以我們待會兒是用這個畫刀 在上面進行創作 那你選一個啊 你想要畫什麼 我應該就是 戴森樹耳環的少爺 對 我的配色應該就是 星葉 對不對 因為我這個很明顯的就是 這個顏料 對 星葉 這個顏色 這前面是我們的範本配色 對 待會你們可以看著這個範本去操作 OK 那這個有什麼技巧嗎 還是我們直接開始 你們有學過畫畫嗎 這什麼態度 問我們有沒有學過畫好畫 這是什麼問題吧 電影的顏色就開始染方來了 給你幾塊板子 你就開啟棺材店了 什麼啊 真的沒有 今天是第一身跟第一身 電腦教練 對 我們在創作之前 我們就是因為很多人來 來到我們店裡 他們會就是說不敢畫 不敢畫 那其實我們就是用一個 比較放鬆的心情去創作這樣 對啊 創作是沒有框架 沒錯 大不了就再拿一片 對 是吧 對啊 畫壞了就吃掉 吃掉啊 反正肚子額過 我吃 肚子額有點過 而且我覺得 現在我現在女兒大概快四十歲 現在她正喜歡亂塗 亂畫的時候 對 那剛剛店長有說 這邊她可以教導小朋友 又可以增加她的文化氣息 文化素材 畫完之後可以把它吃下去 而且又學到了 對啊 最近很適合家庭來的 對 因為很多 以前爸爸媽媽媽跟我們講說 不要玩食物 但是我們這邊可以玩食物 鼓勵你們 對 玩完就有吃 這個心葉的話 我們就是要先用 我們的藍莓的乳酪醬 OK 這個是藍莓的 對 你可以先試試看 就是用刮刀沾一點藍色的 對 然後抹在吐司上看看 然後就先畫臉 對 你先把它的臉 那這個是什麼 這個也是乳酪 這個是香蕉口味的 香蕉乳酪 對 所以我就照她現在這個比例 這個比例 大概塗個五分之四左右 對 差不多 而且這個天然調得很好 那自己上去就有這樣 對 就是我們沒有把它 調得很均勻 對 直接就是有那個星空的感覺 所以我是這樣子刮是不是 對 對 現在也跟你一起 待會兒就可以 因為你畫得不好 我就可以把我的給你 你是已經先入為主 好像會覺得我就是畫得不好 因為我看你這個 好像只要很髒 實現的 那你真的是很會看 但是這個你們是拿來的主意 你們是你自己發明的嗎 對 就是因為我們一直在畫畫 冷歌 對 然後在創作的時候 畫畫也會肚子餓 對 然後就是覺得 這個看得出來了 然後我們就很香 大香 我們就從紙上 然後就畫到了吐司上面這樣 你剛剛說這個是藍莓 對 藍莓 藍莓加什麼 乳酪 藍莓加乳酪 對 所以就是把藍莓 到果汁器打碎 然後再當然有螺絞在一起 對 不用絞得很均勻 對 就可以夢夢出現在這個醬 對 因為我們其實 現在這些口味 還是有經過一些搭配的 是 就是它吃起來 會有一點鹹鹹甜甜的感覺 是 搭配那個牛奶的香氣 就是我們待會兒 畫完之後還會再進烤箱 這還要烤 這還要烤 對 烤完之後 它的其實顏色 還會有一點變化 對 因為我覺得我現在的顏色 跟這個顏色不太一樣 對 因為進烤箱之後 它溫度的顏色關係 還會有一點變化 對 接下來可以先畫它的衣服 衣服就比較簡單一點 這個 那我這個 下面這個是用這個嗎 對 那個底下那個是抹茶 這抹茶 對 抹茶 它的大地的顏色 對 因為它下面其實有一些房子 還有一些樹 那你也可以自己決定說 你想要吃星空 就是藍莓多一點 或者是 對 都可以自己決定 對 抹茶 草莓 你那是什麼口味 草莓 這個是草莓 很香 它可以拿像比 拿這個比較平一點 OK 對 它會比較好塗 這樣子 直的 對 直的 直的 直的就好 好處理 一般我們 好用多的 一片吐司大概 十五分鐘內要完成 對 因為它 我們也是希望 讓客人吃到比較安心 那剛剛您說的這個山 就是用 對 山 對 它是巧克力醬 那它是這個山 它是絲薄素 絲薄素 對 它是法國很有名的 一種樹的品種 它在泛谷的筆觸的表現下 有一個流動的感覺 所以它的筆觸現在 有點跟我這樣滿像的感覺 對 我們才會有這樣的想法 去做結合 對 因為它的畫作就是在 筆觸上面就會比較多變化 剛好果醬滿大的 感覺像就是有那種 跟著旋轉的感覺 對 很棒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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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考出來了 終於考出來了 謝謝王大哥 它考出來還會有一點變化 就是有一點名畫質感 有 我的顏色 對 本來是比較淺一點 對 一考出來就是深 就是有點像後面那種 星空的顏色 而且我剛剛有沒有 剛做完之後 還沒有一幅畫的樣子 現在進去烤之後 更沒有 在那裡 有了 進去烤的時候就有了 公式那顆珍珠就已經 珍珠最像了 真的就沒有了 珍珠是裡面最棒的 現在最好就珍珠 對 因為它完全是一個成品 但你剛剛用那個烤箱是 幾度 大概是用230度左右 那一般家裡面的烤箱 可以 就是一般家裡面 用烤吐司的就可以了 對 230度 你這邊可以再用這個 巧克力餅 把它畫眼睛 因為這個巧克力的姿勢 它進烤箱 它比較會化掉 是 最後這個可以再把它畫眼睛 你選了這個比較滑得來 後面還可以作弊 因為我這個弄完就已經是 對 我們已經 已經是100分了嘛 已經沒有辦法 對 你沒辦法這樣好了 那你可以幫它加嘴巴也可以 就這樣吧 好 不要再 可以 不要再畫成這樣做 這個創作 來 創作是無價 對 就很自由 這樣OK啊 多了兩顆眼睛 我覺得很好啊 對 我先從它的整個頭筋開始吃 抹茶巧克力 完全是什麼 在一起的 對 就其實味道是搭的 妳是什麼味道 巧克力很濃郁的巧克力 是哪裡的 很酥 還沒有吃到它的臉 還沒有吃到它的臉 我要吃臉 很會烤耶 230度幾分鐘 大概8到10 8到10分鐘 那我奶酥一舉 可是我跟奶酥 你應該是你 你沒有奶酥一舉 對啊 你這什麼太多 對啊 對啊 是不是 太大了是不是 有這一點 來一點奶酥試試看 來 小氣 奶酥 好吃 這小朋友吃起來會很開心 對啊 我給你保證 藝術可以欣賞 所以可以欣賞 也可以品嘗 所以我們這裡就是可以把 畫作吃到肚子裡 還可以配一下飲料 對 這是我們的色彩吧 就是三種原色的飲料 三種口味 然後這邊等一下也可以試試看 我們這邊都是手工做的 這個是巴斯克乳酪蛋糕 對 然後我們也是用了飯糰的 對 真的 姐 連器皿都有選到一些 對 這個也很特別 就是我們布丁 也是手工做的布丁 然後加入了這個巧克力 有一些香草皮 對 謝謝店長 謝謝 教我們這個 不僅是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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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那這個小餅乾 對 這個也是我們 手工做的小餅乾 手工的 然後這上面印了 也是蠟筆的形狀 蠟筆的形狀 這是蠟筆 這個布丁有 好吃 布丁好吃 搭配那個口感 想不到了吧 想不到了吧 這好像軟 然後酥脆的 絲滑 對 因為我們的布丁也沒有加一滴水 就是全部都是牛奶 也是 今天可以讓你們體驗到 我們的木片品牌 牆上這個木片品牌 就是我們家也會推出的 對 我們是用類似 就是解構的方式 把一些知名的藝術家 或者人物把它做成創作 然後今天這邊會送你 蠟筆的那個DIY的材料 謝謝 謝謝 這是什麼的 可以回去自己把它 上色之後把它組裝起來 這是我們排材料組成這樣 謝謝 這是繁古的嗎 對 這套是繁古的 就這個 對 到時候你們就可以上色 然後我們這邊都有介紹 就可以直接把它貼上去 真的很棒 自己去上色 對 我們不需要看到 不能讓你選擇 對 我們可以選擇 我們可以選擇 的 我們可以選擇 走 我們可以選擇 你選擇